我是主播林希安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拉到文末 给我们点个赞看哦 2000年初春 三亚 水稻实验田里 河苗密密层层 微风吹过 犹如一片绿色的海洋 这天清晨 袁隆平像往常一样来到田边 仔细查看着每一株央苗 突然 他听到远处传来笑声 抬头看过去 只见对面走来一位农妇 皮肤有黑 戴着草帽 手里拿着笔记本 正和身边的人聊着什么 袁隆平笑着打招呼 校花学姐啊 你怎么这么黑呀 农妇答道 学弟 好像你和我一样黑呀 两位老人一起开怀大笑 笑声传得很远 惊飞了早起的鸟儿 这位被袁隆平称为校花的学姐 便是工程院院士 西田瓜 育种专家 吴明珠 吴明珠一生堪称传奇 她舍弃都市繁华 扎根新疆六十二载 培育的田瓜畅销全国出口海外 被誉为西部瓜王 她一生追逐 放弃安稳 不练名利 追求自我 活出了一个女性 最大的知性 1930年 吴明珠出生于武汉 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 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 吴家世代书香 吴明珠不仅成绩优秀 而且性格开朗浪漫 她和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 一腔热血 饱效祖国 吴明珠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 非常着迷园艺 一颗种子生根发芽 破土而出 开花结果 整个过程让她感到充满魔力 吴明珠决定学习种植专业 父亲担忧地问 学种植 和农民一样风吹日晒 你受得了这个苦吗 她说 我的梦想是培育优质的瓜果 只要能实现愿望 再苦再累也值得 高中毕业 吴明珠如愿考上了西南农学院 选择了果书专业 进入大学 吴明珠如鱼得水 她顶着烈日 在实验田里浇水 施肥 记录数据 整天乐在其中 1953年 吴明珠以优异的毕业成绩 分配到了中央农村工作部 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可吴明珠 却有自己的苦恼 她的梦想 不是在办公室写材料 而是去田间地头 培育瓜苗 机会终于来了 1955年 吴明珠主动请英 去新疆工作 在复江的前夜 吴明珠心中豪情激荡 她在日记中写道 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就是你创造的一切 都可以为人民服务 现实和理想之间 往往是一路荆棘 而怀揣梦想的人 踏着荆棘 一路高歌 在漫天黄沙中 吴明珠生生把自己 打磨成一个农民 她吃囊 手抓肉 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韦语 甚至学会了骑毛驴 吴明珠发现 新疆的气候 非常的适合种植瓜果 可是原有的瓜种 退化严重 为了拯救这些品种 她顶着烈日 跋涉在戈壁滩上 走遍了吐鲁番 每个角落 有一次 吴明珠听说 偏远的地方 有一种瓜 吃起来是甜甜的奶油味 于是 她和同事 步行穿过火焰山 整整两天 才找到瓜子 回来的路上 遇到沙尘暴 黄沙让她们迷了路 天色渐晚 她们找到一个 废弃的窑洞 躲到里面 半夜里 寒风伴着狼群的嚎叫声 一阵阵传进洞内 让人心惊胆战 可当晨光出现时 吴明珠 已经把恐惧留给黑夜 带着梦想 上路了 雨果说过 人类的心灵 需要理想 甚于需要物质 物质 为我们提供了舒适区 同时也侵蚀了 对梦想的追求 而打破舒适的限制 追逐梦想的翅膀 是一个人 从普通走向卓越的 必经之路 在吴明珠的主导下 新疆建立了第一份 瓜类资源档案 为我国瓜果繁育 打下了基础 随后 吴明珠把全部精力 投入到改良育种中 白天顶着烈日 在实验田里观察记录 晚上点着油灯 分析数据 熬红双眼 寒来熟往 历经七年 第一代改良育种子 终于培育成功了 但改良种子 是超出瓜能认知的 他们满脸怀疑 尤其是一位 种瓜多年的瓜把士 他不屑地说 我们祖祖辈辈 种的都是自家的种子 没听说过 什么改良种子 你这种子 能结瓜吗 吴明珠微笑着说 咱们比一比 如果你输给我 你种改良种子 我输给你 把这些炒成五香瓜子 请大家吃 围观的瓜农们 哄堂大笑 拍手叫好 春种下收 几个月后 瓜把士的瓜 被叫做一半 原因很简单 产量个头 是试验瓜的一半 香甜 不及试验瓜的一半 瓜把士心服口服 他带头 种起了改良种子 还逢人 就夸奖 吴明珠 一致像钢铁那样坚强 干活 像公鸡羽毛 那样漂亮 被认可的 吴明珠 更加信心满满 此时 爱人杨祺佑 也来到了新疆 给他带来了 更大的助力 杨祺佑 精通英语和俄语 主动承担起 翻译资料的工作 有了爱人的支持 吴明珠的事业 更是硕果累累 命运 从来都是这样 他总要给幸福的人 设置挫折 来考验 他们的感情和耐力 艰苦的环境 繁重的工作 极大的伤害了 杨祺佑的身体 时间不久 他病倒了 吴明珠问他 来新疆 你后悔吗 彼时 杨祺佑 已不能说话 他微笑着摇摇头 伸出三根手指 当时 吴明珠的三个新品种 刚刚通过审定 爱人去世后 吴明珠 立刻投入到工作中 面对别人的不理解 他说 唯有工作 才是对他 最好的怀念 继续走共同的路 继续追共同的梦 才是对爱情 最好的纪念吧 甜瓜育种 是个缓慢的过程 育成一个新品种 要八到十年的时间 而吴明珠 开创了南反北育模式 秋冬海南育苗 春夏北方播种 半个世纪 它培育了二十八个品种 创造了世界纪录 2000年 他偶遇同学袁隆平 两位冒蝶老人 开心地聊着 袁老说 他的梦想 是水稻像树那么高 人们能坐在下面乘凉 吴老 则细数他培育出的甜瓜 麒麟 皇后 芙蓉 绿宝石 脸上带着笑意 像在显摆 让他骄傲的孩子 乔布斯曾说过 成就一番伟业的唯一途径 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 吴明珠打破了传统的梵梨 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给瓜叶种植 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实现了 自己青年时代的梦想 他对事业充满热情 不为人生设限 不自我束缚 在理想中成就自我 在生活中 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随着吴明珠 事业的节节攀升 他获得了极高的荣誉 1985年 吴明珠被任命为 刑署专员 他拒绝了 一如当年 离开北京那么坚决 他说 当官从来不是我的愿望 我只想心无旁骛 做自己的育种工作 1999年 区政府决定 为他修建一所院士楼 听到这个消息 他笑着说 我的家在瓜棚 我的工作是育苗 修这么大的楼做什么 把这钱都投入项目吧 吴明珠的心很小 只装着甜瓜育种一件事 吴明珠的心很大 还装着瓜浓增收的大事 河南的小刘 在新疆种瓜已经五年了 每次吴明珠走过他的瓜田 都会和他聊几句 吴明珠问他 瓜的收成怎么样 小刘开心地说 今年又丰收了 比我打工好太多了 秋天买台小轿车 请您坐呀 吴明珠笑着答应了 他不仅关注瓜浓的钱袋子 更心细老百姓的果盘子 在吴明珠和团队的奋斗下 国人早已实现了吃瓜自由 但在冬奥会的餐厅里 我国的甜瓜 还是惊艳了各国的运动员 在这里 甜瓜成了运动员的宠儿 他们除了餐后吃 还要打包带回酒店 经常是先来的打包光盘 厚道的看着空盘叹气 有的运动员用不熟练的汉语说 吃得太胖了 回去要减肥 吴明珠一生结缘甜瓜 把甜蜜的事业 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让我们品味到生活的甘甜 有网友说 瓜之所以这么甜 是因为有人替我们吃了苦 枯燥辛劳奔波的岁月 成了他眼角的沧桑 也带走了他的健康 2017年 吴明珠离开试验田 阿尔茨海莫正 夺走了他的记忆 他甚至不认得自己的儿子 但他嘴里还是经常念到一句话 我的人生就是想多结几个甜瓜 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 福尼奇说 一个人的理想越崇高 生活就越纯洁 吴明珠让自己的生活保持简单 从而达到心灵的纯粹 进而成就了非凡的人生 他不停突破眼前的圈子 走进前所未有的世界 在那里遇到理想中的自己 从青春年少离开繁华 奔赴大漠黄沙 到两鬓苍苍 挥别绿洲 留下瓜果飘香 吴明珠一生 堪称传奇 铸就卓越 他的一生很简单 只做了甜瓜育种这一件事 他的工作很复杂 把传统种植变成科学管理 他的业绩很普通 历尽艰辛 不过一盘犯后果 他的成就很不凡 开创时代 只为留下一抹甜 吴明珠听从内心召唤 突破生活局限 终于人生选择 不受名利诱惑 活出了精彩的一生 点个赞看吧 为我们甜蜜的生活 点赞 我是林希安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晚安 我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